松村先生其實 他呢 就是 在日本三一 福島核報之後 他獨自一人留下來 照顧那些 還遺留在 福島的動物們 那 那邊現在是一個 依舊是一個警戒區這樣子 不過呢 有一本書叫做松村先生 那是一個攝影師幫他拍的 那他呢 真的就是 跟遺留在那邊動物 還生活得蠻快樂的 那好在有他 然後讓我寫這首歌 這樣子 好那 今天我們那個活動 台大音樂節的主題是 趁我們還是 學生時 對不對 那我們其實在 嗯 那個我們的粉絲頁跟 台大音樂節的那個粉絲頁上面 都有PO一張庫卡 對 上面有 我們今天的VJ 呃 我們的團員 VJ施招羽畫了一隻貓 還有我們寫的一些字句 是這樣的 趁我們還是學生的時候 就能夠像一隻好奇的貓班 嗯 探索著莫名其妙的 四真四假的奇特世界 那 接下來的這首歌 也是一首新歌 就是寫給一隻貓咪的 那這隻貓咪叫做 大橘子 然後他是我的鄰居 那雖然他去當小天使了 嗯 不過 大家總是會記得他的好 嗯 他總是會在 就在這個台道不遠的那個 咖啡廳轉角 晃晃著 然後大家經過他 都會跟他聊聊天 然後 永遠記得 他就是很愛磨蹭人 然後很喜歡糊弱的那個模樣 所以呢 我就是寫了這首歌 紀念他這樣子 這首歌叫做 橘色的笑臉 在這樣一個美好的夏日 我還是要舒服的 帥帥尾巴 動著希望 在這樣一個寧靜的夏日 你會跟他感情 像是兩天 我說讓全全 每一天 都不厭倦 我每一天 在最後一個美好的 我還是一樣深深燃耀 陪你往上 就有一個靈靜的笑容 寫著色的笑臉 在兩天晚上不會忘了你 不會忘了她 還有大家 大家 大家 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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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需要 愛 愛 要 讓 愛 愛 不再 悲傷 要我繼續愛愛 不管怎樣 有我受不了不再 要我繼續愛愛 不管怎樣 有我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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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橘色少爺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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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